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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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有机会 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 请我们打开路德记第二章 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路德记第二章 我们要从十一节读到第十六节 波阿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像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恕不认识的民中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 我主啊 愿在你眼前蒙恩 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 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 波阿斯对路德说 你到这里来吃饼 将饼粘在处里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 他们把轰了的穗子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剩余的 他起来又拾取卖穗 波阿斯吩咐仆人说 他就是从捆中拾取卖穗 也可以容他 不可羞辱他 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 留在地下 任他拾取 不可贺下他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珍视我们的恩主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有生命 有气息 我们就要称颂你 因为你的名 是配得我们称颂的 当我们一同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仰望你 仰望你把那个智慧 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 我们的主 也让我们对着主 有更多更多的回应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真的不知道 圣灵为什么在这里说 他要强调 是自从你丈夫死后 你向婆婆所行的 换一句话说 在你丈夫死以前 路德你所做的那些事 不算数 我们不懂为什么 当然有的人说 很可能路德 他丈夫死以前 做的那些事 没有人告诉伯拉斯 这也是可能性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不是 路德丈夫没有死以前 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幸福呢 他自己觉得 他根本不需要神 可是当丈夫死了以后 他没有依靠 他只好来信靠耶和华了 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这里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恕不认识的民中 这些事 人全都告诉我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路德的丈夫的死 对路德来讲 原来是一件坏的 不能再坏的事 可是呢 很奇妙 这一件坏的 不能再坏的事 却成为路德以后 生命中祝福的开始 路德 在他的家庭生活上 他如何选择要相信 耶和华 看起来 这是他私人的一件小事 可是这么小的小事 却能够传到波阿斯的耳中 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的生活 我们日常的生活 我们家里的生活 我们去买菜 我们去逛街 我们不论在哪里 我们有没有明白一件事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波阿斯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全都知道呢 像婆婆所行的一件事 你想想看 一个媳妇 本来跟婆婆 是最难相处的关系 中间有多少的酸甜苦辣 中间有多少的误会 特别是路德 他的婆婆是外国人 跟他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他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一个素不认识的地方 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 各种的风俗习惯 通通不一样 但是路德 他有一颗心 他的劳苦 他的牺牲 他的忍耐 他的摆上 他的坚持 都被人传到波阿斯那里 今天对着每一个 信耶稣的人来讲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何等甜蜜的思想 我们的波阿斯 我们的主 他知道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件事情 而且呢 将来有一天 当我们见主的时候 我们多么盼望 听见他口中的恩言 能够对我们说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是马太二十五章 二十一节的记载 路加也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十六章 第四节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今天信主的人 不是在教会 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在公司呢 在街上走路呢 无论在哪里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做的 都要显出 我们的忠心来 越耶和华照你所行的 赏赐你 你知道吗 波阿斯 在我们上一次 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已经很清楚的 让我们看到 他给了路德 许许多多的恩典 可是当你读第十一节的时候 你要发现一件事 波阿斯在这里 做一件什么事呢 其实波阿斯在这里 做一件事 他是在称赞 路德的行为 和路德的信心 而且 他还在第十二节 给路德 祷告 和祝福 因为他第十二节 这样说 愿耶和华 照你所行的 赏赐你 你来投靠 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 他的赏赐 波阿斯 他懂得 他懂得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那个就是 他虽然可以给路德 许许多多的恩惠 许多多的恩惠 许多多的好处 但是他知道 他给路德的 还是有限的 今天 在世上 我们感谢主 主也借着 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 可以给我们恩惠 可以给我们鼓励 可以给我们帮助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这些都是有限的 只有 从全能全封的神 那里来的恩惠 才是没有限量的 才能够真实的 满足我们的心 今天做父母的 我们常常想 给我们儿女 这个好处 那个好处 我们为他们 做牛做马 要省下一些钱 留给他们 但是我们晓不晓得 我们能够给儿女 真正最大的祝福 不是我们 辛辛苦苦 一辈子赚的一点钱 不是的 对不起啊 有些人可能 你不是一点钱 你是很多钱 但是你那很多钱 也是有限的 也不见得是你儿女的祝福 你能够给你儿女 最大的祝福 是你为他祷告 你求这一位 无限大的上帝 亲自 来祝福你的儿女 来供应 来保护你的儿女 来安慰你的儿女 这才宝贵啊 你知道 这一段圣经啊 中文的翻译 其实比英文的翻译 还翻译得好 因为中文翻作赏赐 这个赏赏赐 英文圣经把这个字 常常翻成reward 赏赐跟reward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reward是有点像 我做了什么好事 我得到了一个回报 好像人还有一点点 功劳的味道 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 以为路德过去 因为对他婆婆太好了 他那里多少的牺牲 多少的摆上 多少的忍耐 所以神就在这里报答他 神在这里补偿他 可是中文翻译 赏赐 是说到 路德没有什么好 是配得神这样子的祝福他 神不欠路德任何的东西 神给路德的全是恩典 这叫赏赐 赏赐 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 跟shalom 平安是同一个字的根 那这个字包括的意义 有完美的意思 有完全的意思 有圆满的意思 人跟神有了好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一切丰富的恩典 都是赏赐 神必定会成全 他在我们里面 已经开始的善功 这是菲利比书一章第四节和第六节 所告诉我们 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 你放心 绝对都不会是突然的 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给我们的应许 保罗在菲利比书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 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个很重要 神给了我们机会 神给了我们恩典 让我们去做对的事 让我们去做好的事 本身是没有功劳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神就能够恩上加恩的 祝福我们 这叫做赏赐 这实在是一件 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伯阿斯告诉路德 你来投靠神的翅膀下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图画 在诗篇里面 多次用到相同的比喻 来描写神的恩典 譬如说 我们读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音下 等到灾害过去 诗篇六十一篇第四节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墓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诗篇九十一篇第四节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诗篇第十七篇第八节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音下 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 都会让我们看见 这一些诗 都是当神的百姓 在苦难的中间 对着神的呼求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切切地来仰望耶和华的怜悯 另外 也有一些诗歌 是在神的百姓 在危难之中 得着了神的保护 他来感谢神的 也用同样的这一幅图画 好像诗篇的第十八篇 或者是第三十四篇 波阿斯在这里 他要表达的 就是路德 虽然在别人看起来 他好像是一个无助的小鸡 来到母鸡的翅膀之下 来得到保护 因为路德的遭遇 真的在人看 是苦不堪言 是走投无路 人生在地上 无论是外面的仇敌 堕落的人类 魔鬼的欺哄 或者是内心中的无奈 面对着罪恶的势力 面对着肉体的情欲 我们靠自己 很多的时候 都是没有办法 得到平安 没有办法成为良善 我们注定 就是会落到极深的痛苦中 只有当一个人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 继续在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 才会真正的投靠神 这种的投靠 是谦卑 是舍己 是真正的信靠 那当我们来投靠神的时候 我们投靠在神的什么地方呢 是在神的翅膀下 因为在神的翅膀下 不但是有安全 在神的翅膀下 也有一切的供应 我们读路德记第二章 我们就看见 这一个投靠的美丽 我们看见路德 他走投无路了 他就知道说 他要去死卖水 他期盼 有人能够给他恩典 让他去死卖水 他因着相信神的话 他顺服神的话 他谦卑地 去做他该做的事 这一切都是投靠的一部分 一个基督徒 我们今天要投靠神 仍旧要根据神的话 仍旧要顺服神的话 神让他的独生儿子 为我们的罪死了 并且三天以后 为着我们从死里复活 他的翅膀 对着每一个来投靠他的人 是何等的保护 又是何等的供应 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 他还能够留下什么好处 不给世间爱他的人呢 今天我们这一生 无论前面有多少的艰难 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麻烦 我们知道一件事 只要我们投靠神 投靠在他的翅膀下面 他一定可以把我们带过去 每一个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的人 神就可以有可能 在他的生命中带下改变 带下成全 你知道 赏赏这个字 他的字根有一个意思 就是成全 一个人 在神的旨意中 被神成全 让神的美丽 让神的荣耀 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一件事吗 神的翅膀 在旧约中 不只是说到保护 不只是说到供应 你知道 在圣所的里面 在至圣所的里面 有约柜 而约柜上面 有两个基路伯 而这两个基路伯 他们的翅膀 也是打开的 你能够明白吗 一个外邦人 只能够到外院 他根本就不能够 进入到圣所 可是如今 波阿斯告诉路德 你虽然是一个外邦人 你可以投靠在 耶和华的翅膀下面 你可以进入到 赤圣所里面 与父神亲近 这是莫大的恩典 这是莫大的恩典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所得到的福气 不是一点点的福气 当我们能够 来投靠 耶和华 当我们能够到神的翅膀下面 我们肯定 是能够满得 他的赏赐的 因为神乐意赐恩 给前辈的人 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你问他信耶稣 没有 他信了 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呢 他得到的 是在圣所外面 那一个同祭坛的恩典 那叫做赦罪的恩典 他得到的是什么呢 他得到的是在外面 许许多多人的热闹 很少神的儿女 知道神给我们的祝福 不只是赦罪的平安 不只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的 爱心照顾关怀 不只是有在外面的一些活动 侍奉 神更盼望得到的 是我们进到圣所的里面 在圣所的里面 不再有外面的热闹 可是在圣所的里面 有主自己的同在 在圣所的里面 有香炉 那是说到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主在地上说 我们要进到内室 关上门 那就是讲到圣所的服事 我们在圣所里面 可以借着祷告 清净神 我们在圣所里面 可以看到那个 橙色饼是讲到 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但是不止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救了我们 神要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的里面 要我们投靠在祂的翅膀下面 我们能够瞻养祂的容眉 我们能够享受祂的同在 今天神的儿女需要学这个功课 我们需要长长地坐在主的脚前 安息在祂翅膀的下面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 全然地献给祂 在我们与主面对面的经历里面 我们好像能够体会到一点 什么叫做与主亲嘴的甜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徒信主以后 不能够只有外面的活动 不能够只有外面的热闹 追求工作侍奉 基督徒信主以后 要学习里面的道路 更重要 要学习安静在主的脚前 在基督伯的翅膀下面 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重担 都卸给神 我们能够在神自己的脚前 享受祂的同在 瞻养祂的容眉 这才是一个信主的人 真正的福气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 求你常常吸引我们 进入到内室里 享受你的自己 好让你的荣美 就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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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心 踏平道路 因为 学会 比处 与西安 耶和华的 言语 比处 耶路 多许 大摇 有 于 有 员